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3克的酵母 用大约160毫升左右的清水来和面 先拌成棉絮状 再用手揉成面团 盖上盖子 密封饧发10分钟左右 再揉出一个光面出来 继续密封放在一旁饧发 准备一块瘦肉 把瘦肉切成丝备用 冷冻之后的肉会更好轻一点 切好的肉丝装在碗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尽量把水清洗干净 把水分倒掉 再来调味 半勺盐 一勺生抽 两勺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一大勺的淀粉 搅拌至完全混合均匀 再加入一大勺的食用油 拌均匀 最后加点姜丝 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形好的面团取出来 用力揉搓均匀 尽量把气体排出来 揉到表面光滑 再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一致的小面剂 取一个小面剂 再次揉均匀 揉光滑搓圆 全部做完之后 密封防止表面干点 取第一个做好的 撒适量的干粉 先擀成牛舌状 一面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对折起来 用模具或者是未使用过的干净的梳子 压出花纹 再用刮板刀在花纹的边缘推一推 这样好看的一个荷叶造型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放在笼梯上饧发 趁着饧发的时间 再来切一点青椒丝 装在碗中备用 锅中热油 油热之后 加入青椒丝 翻炒至变香变色 盛出来备用 再把之前腌好的肉丝 加进去翻炒 先翻炒均匀 直到肉丝变色 然后熟透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青椒丝也加进去 混合均匀 这样我们的肉丝馅料就做好了 面团也饧发的差不多了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用手指轻轻按呀 能够迅速回弹 就表明是发酵好了 然后开水上锅蒸 大约蒸8分钟左右 关火之后 焖上2-3分钟再打开 把做好的肉丝馅料夹在荷叶膜里 这样我们的肉丝荷叶膜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荷叶膜 表皮细腻光滑 组织均匀柔软 再加上我们做好的青椒肉丝 香鹅不腻 而且一点也不柴 口感鲜嫩耍滑 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吃 真的是太美味了 一口气可以吃掉五个 没有问题 喜欢的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